影视剧像秘成沉浸如霜影完结,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都哭醉了,紧密出生之后,生母生算出紧密,回遭遇一场情节,生怕紧密不自己后尘,身心俱疲,以爱的名义给他种下鱼丹,灭情绝爱,以保万年无忧。 谁知紧密静,还是没有躲过情节的伤害,紧密拥有鱼丹,并不懂得爱情是什么,只是把友情当作爱情。 面对润玉的求爱,紧密爽快答应,毕竟当时的她,已经只想获得灵力,为了获得灵力,既然有人主动送上门,当然这句不公,可是润玉可不是简单爱,如此单纯的心思呀。 润玉从小的遭遇迫使她的内心封闭,从小缺爱,而续奉从小受尽万人敬仰,她从不缺别人的夸赞,所以两个不同心理状态的人,同样面对紧密时,表现出来的可谓千差万别。 由于紧密不懂情爱,后面出现了各种令人心痛的场景,紧密抛弃虚凤,背叛虚凤,怀疑虚凤,刺杀虚凤,看似虚凤是紧密的情节。 其实不然,情节是什么?就是在情爱上,一某人在跟头。 可是各位想想,紧密在虚凤身上扎过跟头吗?紧密一直在掠虚凤啊,为什么会掠虚凤? 因为中间有润玉的脚活,后面虚凤约紧密,罪魁祸首还是润玉。 若非润玉利用紧密刺杀虚凤,又如何会出现? 虚凤对紧密的不待见,紧密在润玉身上可莫上扎跟头。 因为论域,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远他复原,忘记自己的真爱。 因为论域,他误会,绪凤是杀虎真凶。 因为论域,他亲手杀死真爱,后面又因为绪凤被阴谋和嫉妒,多次与绪凤擦肩而过,误会无法解除。 其实说起来,谁都不能怪,鲜花神才是这件事的主要负责人。 如果不是他算出紧密的情节,又如何会被种余丹,又如何会被润玉利用? 如果当初紧密并没有什么余丹,他对绪凤的真情,就能感受得到,又怎么会接受润玉的求婚呢? 记得小时候老师给讲过一则小故事,有个国家的王子出生,便请人算命。 三命先生说,他以后会杀父取母,国王听信,将小王子送出皇宫,送给最穷的人收养。 二十年以后,小王子得知国王的暴政,从小家哈,烦恼促使他勤学苦练,立志改变命运。 小王子杀入皇城,杀死国王,自己娶而代之,娶了自己的母亲,这不就是防患于未然,结果却出人意料吗? 烦恼是紧密的情节,续奉是遂合的情节,紧密是续奉的情节,同时也是烦恼的情节。